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,大家好,这里是美家园装修,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一下,如何把地下室从毛坯状态,一步步装修成理想的工作和生活场所。 装修地下室要根据功能需要,从规划入手,这个地下室总面积不大,房东计划装修之后用于办公和健身,做一个洗手间,其余部分做一个大厅,这样既满足功能需要,又显得特别宽敞。 先聊一下整体布局规划,都要聊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。 先来规划洗手间的位置,这个脚上做洗手间非常合适,离下水管很近,洗手间放在脚上可以节省空间,并且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放到洗手间里面。 Furnace要单独隔开,这段风管位置很低,放在外面影响美观,正好可以隐藏在Furnace里面。 这根柱子也可以放在Furnace里面,这是配电盘的位置,加一道门,既美观又适用。 这条风管的位置很低,直接放在墙里面比较合适。 这段风管的位置非常干干,把它移一下位置,效果就好多了。 这是顶上的一段上水管,如果做box,就会凸出来一块,影响美观。 用加木方的办法,把顶衬平,效果就好很多。 地下室的窗户一般比较稀缺,所以要善加利用。 这两个窗户正好可以把一个放到洗手间里,一个放到大厅里。 做好整体的布局规划之后,就可以做框架了。 讲一些做框架的细节问题。 做框架时,一定要用激光找水平垂直和直线。 民用住宅做框架,用木方和油铁结合是比较流行的做法。 主要是用2×4的木方和油铁。 靠外墙的椅测,也可以用2×3以节省空间。 做box时,也可以用2×2。 木方的标准间距是16寸。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。 顶上的油铁用螺丝固定。 地上的油铁用射灵枪打水泥钉固定。 油铁和木方用螺丝固定。 地上的油铁和水泥地面之间,要衬塑料膜,以防锈石。 做完框架,下一步可以做水电风。 每个单独的空间,比如房间,洗手间,都需要有出风口。 这个洗手间需要增加一个出风口。 另外,地下室最好也能有回风口。 这样,有助于地下室空气循环。 地下室用电做线路规划时,最好能做单独的线路,和其他地方的线路分开。 照明线路和插座线路分开。 如果有特殊的大功率用电器,比如炉头,烘干机,空调,要做砖线。 110伏,15安的线路,最大功率是1650瓦。 为了安全期间,每条线路的最大赛赫最好不要超过1200瓦。 这个地下室没有特殊的大功率用电器,规划了两条单独的线路,一条用于照明,一条用于插座。 地下室通常采光不好,所以照明要足够亮。 大厅比较流行装泡来,在峰回板之前,先把泡来线布好。 下水管通常要挖开水泥地面,在地下布管。 上水管现在比较流行用PEX管。 水电封都做好之后,就可以封灰板了。 封灰板通常先封顶,顶封好之后,可以开泡来孔。 现在比较流行用4寸的LED泡来,开泡来孔,一定要用激光照直线。 一泡泡来,只有共线,才能有最好的视觉效果。 顶上灰板封好之后,可以封墙上灰板。 封墙上灰板之前,要先在外墙加保温棉。 保温棉外面要覆盖塑料膜。 墙封好之后,可以做BOX。 灰板都封好之后,就可以P灰了。 P灰对地下室装修非常重要。 P灰的效果直接影响地下室的最终装修效果。 先来认识一下常用的P灰工具和材料。 6寸铲,可用于铲灰和P脚。 10寸铲,用于P平面上的接缝。 托盘,用来放P灰。 脚趾,用来粘贴内脚。 脚趾,用来包外脚。 沙网,用来连接平面上的接缝。 底灰,有90灰,45灰和20灰。 90灰最常用。 面灰。 P灰一般要从粘地脚开始。 一般用面灰粘脚。 先用6寸铲在两侧抹灰。 然后放脚趾。 再用6寸铲刮平。 等干完之后,脚趾外面要再上一层面灰。 平面上的灰板接缝要先贴沙网。 沙网要跨过接缝两侧。 用10寸铲披两遍底灰,一遍面灰。 每一遍灰干完之后,才能披下一遍。 灰板上的螺丝孔要披一遍底灰,一遍面灰。 然后可以定脚铁。 脚铁外面也要用10寸铲披两遍底灰,一遍面灰。 披完灰之后,要等完全干透,才能开始打磨。 通常称为闪灰。 可以用100目到120目的沙纸或闪灰板。 所有披过灰的表面都要闪灰。 闪灰要均匀适当,不能太轻,也不能太过。 要使整个顶或墙面顺滑,没有凸起,或者是凹痕。 如果披灰质量比较高,闪灰就比较容易。 闪完灰之后,就可以刷油漆了。 先从顶开始刷。 顶一般刷白色,可以用Premier刷两到三遍。 墙漆要带颜色,可以是Flat,或者是Excel。 现在偏灰或偏蓝的色调,比较流行。 可以先扎边,然后刷整个墙体。 一般情况下刷两遍。 油漆和灯光是最终呈现的效果,是地下室装修的灵魂。 刷完油漆,清理干净,就可以做地面了。 地下室的地面,一般铺复合地板。 现在比较流行,二分之一英寸厚度,颜色少深的复合地板。 复合地板下面的垫子,可以选择少厚一些的。 有助于冬季保暖。 手边可以用5寸的Baseball加Dogstopper。 上面可以刷白色的Semi-Gross油漆。 地下室的楼梯,可以用和地面相同的复合地板来做。 进入收尾阶段。 把门装上。 出风口,盖子装上。 各种阀门位置,装上盖子。 装上开关,插子软。 把垃圾清走,地面吸尘。 给客户一个干净,明亮,温馨的地下室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。 欢迎大家订阅,点赞,转发。 您的支持将是我把视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。 谢谢观看。